这是我在南京宜家现场拍的视频 因为我不好直接对着人拍嘛 桌子上垃圾多也就不谈了 地下也有好多好多垃圾 真的是好多好多垃圾 就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为什么会这么多 哈喽大家好我是叶子 今天想聊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中国大陆的宜家 大家都是让宜家IKEA 宜家这个瑞典的一个品牌 卖家具的和国外的宜家对比一下 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 待会我会有很多照片 包括我现场实地拍的这个视频 来比较一下 这次之前我回国 我先把这个故事说一下 我回国的时候有一天 我一个朋友带着我们全家 在南京室内就是 他开着车嘛 因为我们这次回去 我已经没有驾照了嘛 所以我就不能开车了 他开着车带我们在南京室内 好好的玩了一晚 去了一些我们曾经想去的景点 包括我当年和我太太结婚的 这个饭店现在还在 我们又回去拍了照片 故地重游 带着孩子一起 然后也去了一些南京新的一些景点 去观看 那么傍晚的时候 我朋友是提议 我们在日落的时候 要去南京演这个地方 是一个一个桥了 比较好看这个桥去看日落 那么我们在去完上一个地方以后 到这个傍晚中间还有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就找个地方等待一下呀 然后呢我们也不想去一个茶社呀 或者是去一个咖啡厅啊 就是就像随便找个什么地方 先就坐一会儿就走了嘛 然后我们就说 哎正好离这个南京的宜家不远 我们就到宜家去吧 因为IKEA这个里面是有餐厅的嘛 也可以坐一坐 也可以这个吃点东西 喝点东西 给小朋友 给我的孩子们先补充一点能量 喝点水 喝点饮料 吃点东西 然后我们就去了 吃了以后就相当的震撼了我 真的是非常震撼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 我又要重新说了 我又要说这个低素质的这个问题 这个素质实在是太低 但这个已经 我觉得已经不能用低素质来形容 是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 为什么呢 简单点说就是 现在在这些这一类餐厅 他们是没有服务员 不停的去收桌子的嘛 以前我记得十多年前 在我离开中国大陆之前 我们去吃肯德基也好 麦当劳也好 那个时候已经有一家了 我们去一家也好 都是走的时候 把自己的餐盘 这些东西全部 送到垃圾箱 把它放好 然后我们再走 真的我记得当年是那样的 结果现在的文化已经变了 是所有人吃完都不收 都不弄 就丢在那里原地 然后下一桌来的人 比如说我去到这个地方来了 这个桌子是空的 我就去了 上面有很多垃圾 我得把前面一个人的收掉 就导致我走的时候 因为我收过一个人垃圾了嘛 然后我也会觉得 我收过了 我就不收了 留给后面的人收 就变成一个渊渊相报 何时了的一个恶性循环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没有素养 那么我除了这个桌子的问题以后 这个地下的这个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来我们一边聊 先看我拍的视频 这是我在南京一家 现场拍的视频 因为我不好直接对人拍嘛 桌子上垃圾多也就不谈了 地下也有好多好多垃圾 真的是好多好多垃圾 就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为什么会这么多 但是有人肯定会说 因为中国人口多 人口多了以后 必然会有很多的垃圾 这个我承认是这么回事 确实是这样 那么除了这个地下的垃圾以外 你看我还有很多的照片呀 就几乎每一桌都是脏兮兮的 就你坐下来 你是不可能有一个干净的桌子 让你去坐的 所以在国内你如果去类似的餐厅的话 你真的除了自己带餐巾纸 纸巾以外 你还得带上湿纸巾 因为你要插桌子嘛 因为桌子很脏嘛 你不能在这个油糊糊的桌子上面吃东西嘛 即便你把这个餐盘拿走了 但桌子上还是很脏呀 对吧 所以你就得不停的去 去给自己去当服务员 真的是这样 当然我知道 在国内的宜家 大陆的宜家 它是有服务员 它会不定时的去收一收 大概的收一收 但是我觉得主旨是什么呢 主旨是应该自己收 对吧 所以我回来以后 回来大概第二天第三天吧 我跟我妈妈去宜家正好去买东西 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 因为我妈妈知道我在宜家里面拍过视频 在中国大陆的宜家 我妈就说 你正好在温尼伯的宜家也拍一下 我说好主意 我就在温尼伯的宜家 同样拍了一下地面的这个问题 也有一丢丢的这个不干净 肯定是有的 咱们不能说否定 加拿大就一定比这个中国的宜家好多少 就咱们不能比 但是要好很多 而且大家看视频里面 我在加拿大一家 温尼伯的一家拍的视频里面 有很多什么印度人呀 菲律宾人呀 都是这些被大陆人看不起的这些种族 他们一样能够很有秩序的 把垃圾收一收干净 而在这视频里面 如果你细心的话会看到 唯一有一桌 是中国人做的那一桌 地上是有一点点 就垃圾相对而言还会多了一点点 当然我不能就说一定是他们丢下的 也有可能是他们前面人留下的 也有可能啊 我只是说可能是巧了啊 很不幸就把给他碰到了 所以 这两个就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且在一家里面还有一个最夸张的是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之前在一些什么土坛呀 这些视频里面 我发的视频里面有人评论区评论过 说他们之前碰到过人 说土坛人呀 他说他制止他们 他们还不以为然 根本就不鸟你 哎 你别说我在一家就碰到一个事情 大家请看图片啊 我特意拍了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上说的很清楚 你看啊 温馨提示 请用杯子或碗 盛装饮用水 谢谢 感谢您的谅解与配合 南京宜家餐厅 祝福您 祝您什么愉快啊 看到没有 这边真的是特意就写了这个字 知道吧 然后呢 就好玩什么呢 我正好 我去那个打水嘛 后面有个人到排队 我跟我朋友一起 然后后面有一个女的在我后面排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直接跟我说 他说哎呀 我要用 我要我要洗个手 然后我还特意 我只是指牌子 我说这个地方你只能装水和接水 因为旁边还有一个大牌子 我没排下来不好意思 他写的是请勿洗手或洗脸 他上面写得很清楚 结果那个女的看到牌子了 他还说他要洗手 我说这边有牌子要用这个杯子和这个碗 就不能洗手去 你知道他怎么回我的吗 他来了一句 没关系 他很不以为然的回复了我一句 没关系 就是他作为执法代表 作为这个道德的标准线设定人告诉我 没有关系 可以随意的使用这个水龙头去洗脸 漱口洗手都可以 所以那一块的地上就很脏 真的那一块那一块的地上就很脏 这地下全是湿漉漉的 很多水 水字你看我照片里面拍了 整个旁边都是 如果你光是用杯子或碗去装这个水的话 水是不可能溅到满地 或者是整个台面上都是水的 大家可以看看照片 整个台面上和地上都是脏兮兮的 就那一块就真的很脏很肮脏 真的是 所以这些事情都让我一次又一次震撼我的心灵 因为我不说了吗 十多年间当我离开的时候 真的我们每个人都会 大多数人了 都会把自己的垃圾清理好 即便这次我回国我也一样 其实我也没变 我真的没变 变得是国内的文化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十多年我还是原来的我 大家听过七星的那首歌吗 我还是原来的我 我真的还是原来的我 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国内的文化就变了 现在没有人去收垃圾了 满地垃圾 而且整个饭店里面 就是餐厅 就是一家的餐厅里面 非常的嘈杂 声音非常的大 前一个人走了不收拾 后面一个人来了 他也不会走的时候收拾 因为他觉得自己收拾过了 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而且 当然我不能说所有人都这样 当时我跟我太太 还有朋友我们都在看嘛 我那个朋友跟我一样 也有点小反贼的意思了 他也就告诉我 中国这两年怎么那么不好了 这个怎么怎么样 然后 我们确实也看到了这么一两个 而且是相对而言比较年轻的人 确实是把这个盘子 给给自己收拾干净了 我还跟我老婆说 哎 你看 有人也收了 确实 但是不多 就这么一两个 那么 大家要知道 在宜家这样的餐厅 宜家是本来就是一个 family friendly 就是一个 很对家庭友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会有很多小孩子在那里 那么 这些一举一动 都会被小孩子看在眼里 那么这些小孩子 以后就会成为社会的栋梁 成为国家的支柱 就会一样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因为他们的父母 从来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对吧 说个题外话 在宜家里面 还有人趴在桌子上睡觉 有很多人没有位置坐 但他不管 就在宜家在里面睡觉 真的是 Anyways 这个小朋友 他以后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他们会成为国家的这个支柱 对不对 这样的教育 怎么办 所以我一直在提上 这个普世价值 三观 这都是属于最基本的文明程度吧 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人 这应该有一点点这个意识吧 有点认知吧 对吗 但是 就真的是做不到 对不对 而且有些人会说来 前面一个人 大家会反驳我说 前面一个人没有收 所以我帮他收拾干净了 那么总说我也不用收呀 那我就觉得奇怪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是这样看问题的啊 如果前面一个人没有收 我就想 怎么这样的 这个东西不应该这样 那么我走的时候就更要把它收好 因为我知道前面一个人这样做 是不对的 那么不对的事情 那么我就不能再去做不对的事情呀 对不对 除非我有什么特殊情况 或者怎么怎么样 我儿子突然这个惊绝了 或者怎么样 我顾不了那么多收桌子了 OK了 那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在正常情况下 当你坐下来 看到桌子上一片狼藉的时候 你肯定会不高兴 既然你已经不高兴了 你就知道这个问题不对 那么你走的时候 为什么还要留一堆垃圾 给后面的人 对不对 所以说 对于我而言 我觉得越是因为我看到了 不对的问题 我就越要改正它 我就越要起到一个 从我做起 让文明提高一步的 这个 这种作用 中国的很多公册里面 都会有 什么向前 我们南册里面 会写向前一小步 文明一大步 我就觉得很好笑 你到了这个21世纪 这种现代化 一天到晚号称自己是 现代化国家 你还需要教育国民 用这种大标语 去教育国民 小便的时候 要离得近一点 这简直是太可笑了 你想一想 那么大陆人的这个素质 还停留在一个什么阶段 简直是太low了 对不对 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 中国人看不见问题 即便看见了问题 他也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 更不要说去解决 提高 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就更不用说了 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一样 我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问题 我就一定要打倒干净 因为我知道这是错的 我还得告诉我的孩子 哎 摩迪你看啊 力量你看 这桌子不干净 我们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做 这是不好的榜样 我们教育孩子是很自然的嘛 对不对 而大陆人真的就是 很多人真的像楼一样 一点思想没有 别人反正是这样了 那我干嘛要那个 听起来好像有理 实际上你这个理 是歪理 是建立在没有道德底线 没有道德标准 违背了普世价值 违背了三观的 一个所谓的道德标准 所谓的这个大道理 对不对 就中国会有一句话 叫法不至重嘛 大家都这样 那我干嘛非要那样呢 对不对 而且还会有人说 就是这个样子 你改变不了的 no 我不能说我要改变世界 但是最起码从我做起 我要我要把该说的说出来 我自己能做好 我做好一点 我教我儿子女儿 我能多让两个人做得更好 平目前的你 如果是和我一样 有同样观点的 我请你以后和我一样 我们多最起码从我做起 如果你周围的人是这样 我们也能提醒一下 我周围的人 如果我爸爸妈妈这样 我一样会说我爸爸妈妈 对不对 我的朋友 我会说他们 他们如果不这样做 那我会带头这样把它做好 我打一个比方 我们学校 我们学院今天会搞一些活动 我有很多次 我的志愿者 就我的student leaders 他们有些时候 年轻嘛 小嘛 19 20岁这种年轻人 他们可能不太愿意 做打扫卫生的工作 活动完了以后 有些清理工作是比较脏的嘛 我也不逼他们 我也不说他们 我带头 我跪在地上 我也不戴手套 我就直接拿着wipes 拿着湿纸巾 或者什么 我就在擦地啊 或者怎么样 我就自己去干 我带头 自然你这些学生 不管是什么 印度的南美的 非洲的学生 都会跟着我一起 看着我做了嘛 我一个老师 我一个40岁的人 我在那干这些事 他们也会跟着我做 都不用我说 所以我希望大家 从我做起 我们也不一定 非要要求 你你你过来 跟我干这些事 我们也不一定非要这样 但是我们自己最起码 默默地从我们自己做起 对不对 说到这些问题 我就更想说得再深一点 我的评论区之前 我发过几期视频 其实我的视频 大家都知道 我的视频是比较聊一些 我目前还主要是聊一些 民生文化类的问题 我还不太愿意 牵扯到政治问题 因为考虑到 之前我要回国嘛 而且考虑到 现在国内的这个 这个问题 我还没有跟大家说 我国内其实这次回去 大问题是解决了 但实际上没有根除 所以我不太想 彻底的就把这个东西 给切断 因为以后很可能 我还得回国 所以说我现在 尽量避免不谈政治问题 但即便这样 我聊民生问题 有人 当然我 我知道有人会喜欢 有人会不喜欢 这个我同意 我愿意让不同的声音 都存在 这个是no problem的 但是有人会说 会骂我 知道会直接用脏话 我会提醒他 我以后再用脏话 我会禁言 知道吧 说粗口的 我一定会禁言 因为很多年轻人 会在我的评论区看到 我不想一个teenager 十几岁的人 就学会中国的国骂 对不对 傻叉呀 这些国骂 我不希望孩子们会学会 即便现在已经很口语化了 但是我们能不说 就不说嘛 对不对 我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有人说 有人评论区说 我抹黑中国人 这个就很可笑 很那个 首先我哪里抹黑了 对不对 我说的所有话 都是真实的 我所有的例子 我举的例子 包括我 把照片 视频 都是真实存在的 我从来没有抹黑过 我只是把这些 真实的存在的事情 公开的说出来而已 我也从来没有在我的视频里面说过 所有大陆人 所有中国人都这样 对不对 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而有些人会觉得 你不能这样 一下子说的 我们所有中国人都这样 我从来没有说过 所有中国人都这样 是你自己小粉红 你的玻璃心太脆弱 总觉得别人说一点现实问题 你就好像觉得整个中国都不好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就说明你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而我的视频里面 我一再提到 我自己也曾经是中国人 前面一期关于土壇的视频 我也说过 我自己曾经也土壇 就今天我也土壇 对不对 只不过你土在哪里的问题 我从来不会说 我自己就一定高高在上 我也是中国背景的人 我也是在中国长大的人 我活到28岁才离开中国 28岁之前我在新加坡工作生活过 但是那只是短期的嘛 我真正移民出来是28岁 将近30岁我才出来 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自己不是中国人 我也没说过 我到了国外 我就一定比别人强 所以我才说这些话 No 我只是把这些真实问题 这都是我自己亲自拍的照片 拍的视频 我发给你们看 我从来没有抹黑 对不对 如果你不了解抹黑是什么意思 那么我来给你读一读 我特意用CHBT 我来查了一下 什么叫抹黑 我来念一下 抹黑是中文的一个常用词 通常只故意贬低 诋毁某人或某事的名誉 首先第一 我没有故意 这些事情真实存在 我把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东西分享出来 你看啊 我也没有诋毁或者贬低 我只是把事实说出来 对不对 然后让别人对其产生负面看法 它带有贬义色彩 通常来描述某些人或团队团体通过不实言论或误导信息来损害他人形象或声誉的行为 被称为抹黑 那么首先第一 我从来没有不实言论过 我也没有误导信 我再一次说得很清楚 你要自己小粉红玻璃心 那我没有办法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说我抹黑之前 请看一看我的素材是不是真实的 如果我故意的编造或者扭曲事实 OK你可以说我 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摸着我自己这个我觉得还算是有普世价值 还算是比较正确三观的良心 我跟你们说 我跟粉红门说 我觉得我没有抹黑 我只是把事实呈现出来而已 对吗 难道事实不能说吗 你不愿意听事实没关系 有很多博主会发非常好的东西 对不对 还有博主会发他们在日本进国神城门口尿尿 多么光荣 多么伟大 多么让中国人争光的事情 你可以选择看这类新闻 你可以选择用你的观点去支持这些人 对不对 你可以去支持这一类人 都可以 但是我也有我说话的权利 对吗 我觉得不应该报喜不报忧 因为喜这个东西 从我们从小被报喜 就报的已经很多了 真的是很多了 国内哪些新闻不都是在报喜 你要想看 我不说了吗 每天晚上七点 你去看新闻联播 你会发现新闻联播里的人 日子过得都比你好 对不对 都比你好 想看喜讯到处都有 你可以不用看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不好意思 我只不过说了一些事实而已 对不对 我前面一条视频聊我中国 我回中国的这一路上的沿途 碰到这些乘客 旅客 对不对 在飞机上怎么样怎么样 在火车上怎么怎么样 这都是真实的 我亲自拍的 我还有视频为证 我没有抹黑 我没有恶意扭曲 你要觉得这些东西只是小数的 我也没说中国游客全都百分之百这样呀 我在照片里面也不是每个中国人都站起来了呀 我自己也是中国人啊 我也没站起来呀 我不是one of them 我不是他们其中的一分子 所以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了 对不对 我从来没有一杆子打死一片呀 因为我就是那个没有被批判的人啊 因为我就不是这样的人啊 我到一家去吃饭 我收桌子了呀 对不对 OK 说这么多 好像我好像信念很小 要跟小粉红反驳一样 其实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我也不指望能改变粉红们的这个玻璃心 但是我只是想说你们可以稍微做一些调查 稍微去学习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抹黑 就是把这些词稍微学习一下 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文化精神世界 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 你看我承认 我从小是学音乐的 我没有什么真正的文化基础 但是有文化不代表你有素质 知道吗 素质是你可以在学校之外 课堂之外学来的 课堂里面也能学得到 对吧 从小老师就教过不要乱丢垃圾 但是有些人 我还说我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 可能有些人比我更不是一个好学生 更加不听老师的话 到时候乱丢垃圾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就以这个宜家 大陆宜家 当然我还说了啊 这只是南京啊 宜家 我不能说所有宜家都这样 屏幕前的你 如果以后去大陆旅游 有机会去宜家 或者你现在就在大陆 你可以到宜家去 拍点照片 拍点视频 发到我的邮箱里 我的邮箱 在我的这个频道的说明区都会有 可以把素质发给我 我看看是不是中国有某一个宜家 真的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好 如果有的话请发给我 好不好 或者是不好的 你也可以发给我 我一样会发出来 我你看中国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宜家都是这样 我不能说每一个宜家都不好 但最起码还比较有代表性吧 对吧 当然我只是在南京 我只是用南京的和文艺伯的对比了一下 也有可能温哥华的宜家很脏 如果你在英国 或者你在新加坡的宜家 或者你在哪的宜家 如果也很脏 你也可以发视频发给我 拍照片发给我 对吧 最好是拍视频 这样的话大家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对吧 这样的话 你可以 我也可以说嘛 原来别的国家宜家也是这样的 这是宜家的问题 宜家的管理有问题 对吧 我也可以客观的说出来 我不会掩盖事实 好吧 不好意思 今天又输出了这么多 我不能说是负能量吧 但最起码我们看到了问题 我还是那个话 我们一定要从我做起 尽量的 最起码让我们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 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一多说两句 不好意思啊 这个我们的下一代是很重要的 家长是镜子 真的是这样 除非你能隐藏起来 不要让你的孩子看到 如果你必须让孩子看到的话 请你尽量的让孩子看到 好的一面 你成为一个好的榜样 对吧 孩子们会看到 别人丢垃圾 但是我爸我妈就不丢 我爸我妈不一样 special unique 对不对 鹤立鸡群 出淤泥而不染 你可以用这些来教育孩子吗 儿子啊女儿 你们知道什么叫鹤立鸡群 出淤泥而不染吗 你看 爸爸把垃圾都倒到垃圾箱里面了 别人都没有这样做 你看 爸爸就是鹤立鸡群的 对不对 你完全可以用这些实力来教育 你的孩子吧 通过生活里面这么 生动的生活体验课 让孩子对成语 有更加深刻的体验 对不对 ok sorry 今天视频太长了 废话啰嗦太多了 总而言之 希望 大家能够和我一样 传播正能量 普世价值 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 我们的华人 整个全球华人 都会看在 大陆的中国人的 这个这个一举一动 大陆中国人 毕竟是最大体量的嘛 14亿人嘛 这14亿人 如果能够提高很多的话 那么我们全球的海外华人 或者是海外的中国人 或者是这个华侨 都会更加的有脸 有脸面 对吧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 积极的 看到问题 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好吧 今天我就说这么多 Thank you very much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你多多点赞 分享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 推荐我视频的权重 不论你赞同 或不赞同我的观点 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留下你的足迹 如果觉得我的频道 有点意思 就请订个月 关个住 下回更新 不迷路 如果你也想成为 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